观光顺地 马尔代夫深陷阵阵动乱还不够 其前总统更加码抛下一颗震撼弹 马尔代夫前总统纳希德 日前在斯里兰卡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 马尔代夫向中国举债15到20亿美元 中国占马国外债比例几乎达80% 但仰赖观光收入的马国 政府每个月收益仅有一亿美元 根本没有能力偿还债务 纳希德甚至预言 最快在2019年马尔代夫就可能被中国拿下 因为如果马尔代夫到2019年2020年的时候 都还没有办法开始偿债的话 将会面临中国债主夺走马尔代夫16个小岛 或要求基础建设经营权的窘境 然后北京就可以为所欲为 纳希德说中国不发一枪一弹即可夺下土地 比19世纪殖民时期东印度公司拿的还要多 马尔代夫领土共包括1192个珊瑚岛 但纳希德并未具体指出 哪16个小岛将成为中国的囊中物 纳希德是马尔代夫第一位名选总统 他在2008年至2012年期间执政 后来因为政变而被迫下台 长期在英国以及斯里兰卡两地居留 对于这一项指控 中国外交部13号则已纯属捏造 荒唐可笑来回应纳希德的发言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霜表示 中马合作最终的评判权以及发言权在两国的人民手上 而不是个别的片面之词就可以诋毁 显然对纳希德的说法相当不屑一顾 以上是新闻时时报记者刘欣的整理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